荷丸山松雪楼游客中心的柱子 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 铁皮也差点被吹先 抗威台风来势松松 无领停的镜头军被吹到疯狂摇晃 甚至淫味还可以隐约看到正在下雨 砖块更掉落地面 风声咻咻吹 风有多大光听背景音就知道 荷丸山木杰风雨交加 针对盛世事活有栽损 7点到台风后 荷丸山测得17级强风 刷新荷丸山测站阵风第一纪录 7点13分测得每秒58.2公尺阵风 也打破在2021年原规台风 15级强阵风的细路 头89线14.8K处还出现了吐石流 空滚泥水不断往下冲覆盖路面 无法通行还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往下走一点来到清静地区 水风雨逐渐增大 市级摊贩帆布也被吹掉无法开垫 那么多年我们在这边一二十年 这次最严重的 天空雨不停 摊贩抢时间搬水过避免被雨淋烂 进进农场更配合南投县府防灾需求 宣布31号修缘 仍爱象公所一级开设防台准备 确保各村部落失物储存 宣导必须备有7-14天的水和食物 更准备好了沙包预防土石 拟有灾害随时警戒 TBS新闻陈家贵李承佑李宣 南投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